北京提议删除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规定 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有俄媒称习近平面临三大挑战 而此次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就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后遗留的三大弊病 新华社英文版25日报道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 俄媒莫斯科之声网站当日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期将于2023年结束 按照传统 在中共十九大上便应当确立最高领导人的继任者 但当时并未这样做 纽约时报称 此次修改宪法已经为习近平无限期继续执政扫清了道路 俄媒俄新社26日报道则称 北京修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报 习近平者面临三大挑战 报道称 中国和俄罗斯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报道指出 现今的中国 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地缘政治角度 正在经历一个危险的转型期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领导体系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报道说 邓小平缔造了中共自1982年实施至今的政治制度 如今邓制定的有关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位不得超过两个任期被打破 而事实表明 现行的中共制度为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形成了众多不可侵犯的利益群体 另一方面 在进入市场经济40年后 大部分的中国精英更加忠于西方 而不是自己的国家 报道说 中国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 俄罗斯都有 这导致中共领导层面临和克里姆林宫一样的挑战 使精英们国有化 资本国有化 打击腐败现象 而习近平打破了这种权力平衡和游戏规则 特别是此前不可触碰的中共高级官员 因腐败而被判刑成为常态 在习十年任期 头上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同样危险 报道认为 中共领导层决定解决这一问题 在危险时期领导国家实施他们认为最佳的政策方针 而此次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 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后遗留的三大弊病 早前 大纪元发表特稿称 2012年习近平接手的是江泽民延续下来的一个烂摊子 其实是个毁灭中华民族的定时炸弹 这个全方位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 道德危机 法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等 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难以危机 被江派架空的胡锦涛还可以混满十年下台 对于习近平来说 绝对没有十年的时间让他混下去 他说 中国除了经济危机 还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 有毒的空气 包括土壤与水的污染 加上中国整个社会道德的崩溃 到处都是有毒食品 甚至发生活摘法轮工学员器官 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这些危机如果综合起来看 一个民族都到了这个地步 连呼吸的空气 喝的水 吃的食品都变得有毒 有害健康 这样的民族还能够有什么前途 张天亮说 当经济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果很多人真的是难以生存下去 社会危机也会全面爆发 包括对中共的远气都会全面爆发 在这种情形下 习近平也没机会再拖下去了 中共三中全会的人事博弈正在进行中 香港和海外媒体的放风 或能显示博弈的焦点 路透社日前消息 王毅或解体杨洁篪出任国务委员 并留任外交部长 王岐山将带领这两人主管中美外交 路透社2月27日报道 今年中共两会将对外交系统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以此应对川普政府和其他外交难题 报道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称 王岐山将担任国家副主席 负责对美外交事务 王岐山是一位重量级人物 相信能够缓解美方在经贸领域的对抗 此外 王毅将留任外交部长并接任国务委员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外交部长由负责党纪外交的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担任 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有可能担任分管外交的副总理 杨洁篪也有可能转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负责和美国国会接触 消息人士称 王岐山 杨洁篪和王毅将是中共三大外交官 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 三人中 王岐山是最资深的一个 消息人士还提到 从习近平亲信刘鹤紧随访美可以看出 杨洁篪月初访美并没有取得突破 但杨洁篪依然是中共资深外交官之一 只是对美接洽角色有所降低 消息人士同时表示 中共两会前 任何人士安排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此前 港媒消息称 王毅将接替杨洁篪出任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 杨洁篪将转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一党内职务 如果王毅出任国务委员 那么杨洁篪升任分管外交的副总理可能竟很小 因为国务院分管外交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 其实是同一个职务 只是在不同时期 随着当局对外交事务的重视程度 级别稍有差别而已 而不管是转任外事小组组长 还是人大副委员长 杨洁篪的处境都稍显尴尬 杨被直将派背景 虽然刚刚在中共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 但从人士安排上来看 很可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目前 讨论人士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中 外界释放的内部消息都显示有各种变量 说明人士安排还没有最后敲定 这些消息还在放风阶段 海外党媒日前引述中共体制内人士分析称 王岐山未来是否涉入中美外交还存在变数 不过 路透消息提到三大外交官主攻美国 也从侧面证明中美关系已是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国总统川普已定义中共对美国经济侵略 并将中共列为威胁国际秩序和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 今年初以来 美国接连出台重磅措施 限制进口中国产品 英媒消息 中共高层近期密集会晤美方官员 力图避免中美贸易战 美媒分析 贸易战会对不乐观的中国经济打击巨大 中共会竭力妥协 防止中美贸易对抗 刘鹤定于三月初的中共人大前夕紧急访美 外界认为 这说明北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担忧程度 不过 美媒引述美国政府消息称 白宫对刘鹤此次到访并没有抱有多大期待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二十六日召开 会议处研究三月份两会人士安排外 机构改革也是重点 有港媒称 习近平对安全情报系统 真差不尽的运作模式早有威严 可能借三中全会对党政机构进行大改革之际 对情报系统大整肃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于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新华社透露 为期三天的会议 除了为三月份召开的中共两会换届安排人士名单外 还将省议党政机构整改方案 尽管当局还没有透露如何改革 但根据海外及大陆媒体披露 中央部委推行大布置改革似乎是在必行 此前就有海外中文网址 习近平在地位巩固之后 将开始整治最敏感的情报系统 包括公安 国安和军队的情报系统均面临大调整 二十六日 香港苹果日报导说 由于历史原因和情报系统的独特 敏感和复杂性 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没有动这个系统 但习对其政治局常委制及侦察不尽的运作模式早有威严 长期以来 将增利用海外国安特务及情报部门 掌控中文媒体制造舆论 对抗习王反腐 习对此早有不满 去年六月 由海外中文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称 习近平将对情报系统进行政治 报道称 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军队情报系统正面临大调整 地方国安系统将被大裁减 原来正出多头的军情将被裁缩至一个部门 且军行部门高层军官任免必须报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 原来的总参 总政都有染指军队情报工作 经过军队总部改革 军情工作全部归到一个部门 由军委主席直接掌管 另有消息称 习近平打算效仿美国中央情报局 将国家安全部改名为国家情报总局 未来该部门指对外专职反间谍及收集情报 不介入内政 没有对内执法权利 据透露 原来国安机构设置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 从中央到市县 层层设有国家安全局 特别是内陆很多县市国安局因为缺少对外情报目标 沦为对内维稳工具 因此 国安系统消种可能是此波改革的重点之一 同时 地方国安局将面临裁病 特别是县市国安系统 部分可能要并入公安系统 分析认为 习近平可能会仿效军改 通过全部打乱并重组国安情报系统来清洗江派人马 收回由曾庆红掌控多年的国安全力 中共的国安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历来是对外 但在江泽民当年整肃陈希同的过程中 开启了利用国安参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先例 国安从此沦为中共内斗的工具 在江泽民贪腐治国的大背景下 国安系统内部也腐化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江十七 曾庆红是中共国安系统的大总管 经过多年经营 国安已成为江曾的政治地盘 江曾不仅用情报系统来监视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 同时也监视政治对手 被称为维稳沙黄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被美国彭博社报道揭露 曾利用窃听电话及其他方式 来搜集有关中共高层的家族资产 私生活和政治立场等信息 其中包括习近平 不过 国安部门也不断遭到清洗 包括周永康 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以及北京 国安局局长梁克等在内的多名国安系统的高级官员落马 目前中共情报部门的上级机构是2013年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习近平任主席 李克强和张德江任副主席 港媒称 虽然国安高层遭到了清洗 但是由于江曾势力在国安情报系统盘根错节 以及国安情报系统各方分权 单线联系 真差不尽的组织结构 习很难全部掌控 习近平上任后 对中共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日前 中共军报披露了习近平军改背后原因的细节 就是中共士兵在对抗演练中暴露出严重问题 触发习近平大理军改的动机 此外 习通过军改全面清洗军中将派势力 收回军权 2月21日 中共军报发文披露了第81级堂军某和成旅整编组建后的细节 文章提到 在诸日和士兵对抗系列演习中 他们先后与陆军机制禁旅交手过招 结果取得一胜六负的惨况 打破了红军当猛虎 蓝军当豆腐的演习定势 上述细节在中共军改的专题片中也曾披露 2014年5月 来自当时中共西大军区的七个禁旅 在内蒙古诸日和与中共第一支专业蓝军旅敌军进行实兵对抗 交战的结果却是6比1 蓝军胜利 6个所谓禁旅惨败 2015年 陆军和共派出了29个军旅团 与陆军狼军旅再度展开实兵对抗 结果陆军红军全部败阵 中共官媒报道称 专题片的这部分内容 表明军眼中6支精锐部队相继惨败 是促使习当局下决心加快推动军改的直接动机 习近平曾在片中表示 军队打不了仗 打不了胜仗 有网民评论说 习近平这句话露了底 原来中共的军队根本就打不了仗 也打不赢仗 旅美中国禁拜使学者辛浩年曾表示 共产党今天的军队 是不能打仗的 大多数人都是靠拍马屁上去的 上去的不是好人 不是有本事的人 都是贪污买来的 买来的谁想打仗 中共军权过去一直被江泽民集团把持 江泽民从1989年至2004年任军委主席 江下台前 先后提拔了心腹郭伯雄 徐才厚为其把持军权 架空了胡锦涛 中共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前副部长杨春长曾表示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选人用人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任钱多少 杨举利说 一个大军区司令 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千万 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 他就不用给一千万的那个人 而郭伯雄任军委副主席时分管总参 总装两大块 这两个系统的将领提拔权是郭说了算 郭涉嫌在其中大肆收受贿赂 据媒体报道 郭晋升将领案及要价 少将五百万至一千万 中将一千万至三千万 谁给的多就生谁 中共军队已腐败透顶 从根子上烂了 自中共十八大后 已有16名副大军区及以上级别 55名正军级和副军级将领落马 包括徐才厚 郭伯雄 田修司 王建平 王启斌 张扬 郭峰辉七名上将 据中共官媒报道 在其当局对军队进行改革的两年中 已有两百多个正十级以上的机构被裁 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一千多个 非战斗机构现役原额压减近一半 军官数量减少百分之三十 去年12月9日中共军报披露 陆军员集团军主官全部换岗 百分之九十的单子成员交流任职 今年1月1日开始 原真正归属中共政法委领导的武警部队 直接归入中央军委 归习近平统一指挥 武警部队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时政评论员李林毅曾分析 这与其当局在军中打军老虎相呼应 大批江派将领被调查 提前退休或被边缘化 当局通过军改 从内部清洗江泽民的亲信徐才后 和郭伯雄在军中的势力 同时回收军权 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这些危机如果综合起来看 一个民族都到了这个地步 连呼吸的空气 喝的水 吃的食品都变得有毒 有害健康 这样的民族还能够有什么前途 张天亮说 当经济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果很多人真的是难以生存下去 社会危机也会全面爆发 包括对中共的元气都会全面爆发 在这种情形下 习近平也没机会再拖下去了 中共三中全会的人士博弈正在进行中 香港和海外媒体的放风 或能显示博弈的焦点 路透社日前消息 王毅获解替杨洁篪出任国务委员 并留任外交部长 王岐山将带领这两人主管中美外交 路透社2月27日报道 今年中共两会将对外交系统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以此应对川普政府和其他外交难题 报道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称 王岐山将担任国家副主席 负责对美外交事务 年任期 头上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箭 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同样危险 报道认为 中共领导层决定解决这一问题 在危险时期领导国家实施 他们认为最佳的政策方针 而此次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 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后遗留的三大弊病 早前 大纪元发表特稿称 2012年习近平接手的是江泽民延续下来的一个烂摊子 其实是个毁灭中华民族的定时炸弹 这个全方位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 道德危机 法治危机和生态危机等 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难以为继 被江派架空的胡锦涛还可以混满十年下台 对于习近平来说 绝对没有十年的时间让他混下去 他说 中国除了经济危机 还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 有毒的空气 包括土壤与水的污染 加上中国整个社会道德的崩溃 到处都是有毒食品 甚至发生活摘法轮工学员器官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报道指出 现今的中国 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地缘政治角度 正在经历一个危险的转型期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领导体系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报道说 邓小平缔造了中共自1982年实施至今的政治制度 如今邓制定的有关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位不得超过两个任期被打破 而事实表明 现行的中共制度为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形成了众多不可侵犯的利益群体 另一方面 在进入市场经济40年后 大部分的中国精英更加忠于西方 而不是自己的国家 报道说 中国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 俄罗斯都有 这导致中共领导层面临和克里姆林工一样的挑战 使精英们国有化 资本国有化 打击腐败现象 而习近平打破了这种权力平衡和游戏规则 特别是此前不可触碰的中共高级官员 因腐败而被判刑成为常态 在习十年 王岐山是一位重量级人物 相信能够缓解美方在经贸领域的对抗 此外 王毅江留任外交部长并接任国务委员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外交部长由负责党纪外交的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担任 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有可能担任分管外交的副总理 杨洁篪也有可能转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负责和美国国会接触 消息人士称 王岐山 杨洁篪和王毅江是中共三大外交官 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三人中 王岐山是最资深的一个 消息人士还提到 从习近平亲信刘鹤紧随访美可以看出 杨洁篪月初访美并没有取得突破 但杨洁篪依然是中共资深外交官之一 只是对美接洽角色有所降低 消息人士同时表示 中共两会前任何人事安排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此前 港媒消息称 王毅江接替杨洁篪出任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 杨洁篪将转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北京提议删除宪法中 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规定 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有额媒称 习近平面临三大挑战 而此次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就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后遗留的三大弊病 新华社英文版25日报道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 删除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 俄美莫斯科之声网站当日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期将于2023年结束 按照传统 在中共十九大上便应当确立最高领导人的继任者 但当时并未这样做 纽约时报称 此次修改宪法已经为习近平无限期继续执政扫清了道路 俄美俄新社26日报道则称 北京修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报 习近平正面临三大挑战 报道称 中国和俄罗斯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